吉安盛南宫神将会结合了社会资源做爱心 暑假即将结束呢 在开学前能够清爽迎接新学年 28号特别前往了禅光育幼院 邀请到花莲县境内美法业者 为院生梳理新发型 也提供各界募集的许多的新鲜蔬果干粮等物资 在疫情期间要关怀弱势机构 暑假最后的星期假日 吉安盛南宫神将会爱心 益检及物资捐赠活动 28号则是来到新城乡传光育幼院 并且邀请花莲县境内美法业者 为常光育幼院生梳理新型发型 并且提供各界募集的若干纤疏 干粮等物资 这次特别由我们的神将会来发起 发起来特别来到常光育幼院 那除了做了一些物资的发泛之外 那现在也接近于暑假的尾身 即将要开学 那所以这个神将会就非常的 这个想到说 希望能够给这些 这个学统们学生们 能够为他们减法 整理好这个服装衣容 然后开开心心的上学 那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震荡公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那也特别的这个感谢 这个大家的爱心物资 那特别在这边做一个发放 那也是也藉由这个机会 甚至于跟帮这个我们的院童啊 做一个这个 这个议检的活动 那相当的有意义 那希望这个各界都能够 这个给予我们这个 这个 参观医务院 也是有给他们很多的关怀 这一次是我们主委 吴建志他给我们一个发想 那结合社会的公益 把红辣椒 还有小兰美法工作室 邀请过来一起参与社会的活动 但是这样公益的活动 我们神将班也 所有的会员一起来 来共同参与这个社会的公益活动 我们神将会 来这个长光医务院赠支持 赠赠赠送那个物资 也感谢大家 我们会员跟我们主委 还有我们长光医务院的那个副主委 那我们呢 就是说延续下去了 以后可以的话呢 就这样一检 还有说可以收一些物资来这边 今天很高兴来长光医务院 大家一起做公益 来这边帮忙意见 吉安盛南宫主任委员五件事表示 这次活动由吉安盛南宫省将会承办 协办单位包括了红纳焦减探法工作室 小兰美业法和国家人寿 华联盆公司业务主任郑佳寅 希望透过这次关火的活动 让暑假即将结束 在开启之前能够有清爽迎接新的选年度 记得喜欢新闻将报道